27點23分 為您插播一個空中驚魂劑 那就是土耳其航空編號TK-24班機 從伊斯坦堡飛往台北的波音777-300型客機 傳出途中遭遇了嚴重亂流 雖然飛機已經在晚間的6點01分降落 不過機上旅客213人 有4人受傷 其中一人傷勢比較嚴重 頸部已經帶上了護具 緊急送往了長庚醫院來救治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